晚上好 知道要看你私信了嗎 太多了 還得一個一個翻 為什麼你牌子灰了 你說兩句燒話它就亮了 記得佩戴 沒事 你要忙就忙你的 晚上現在沒那麼多事 也沒有那麼多 對 也沒那麼多那種急急趴的人來 沒那麼多神經病的 我今天 我今天有看那個 那個報打廳有給我發了一些 那個蠻好笑的一些東西的 你們真的很有才耶 那個 菲加羅 我也買了 但是我有去看你們的那些留言 你們現在就是 他不給你們提 就不給你們提 你們阿媽沒直接來這個長頭師嗎 真的有才華 真的 還有小作文 你們真的挺逆反的 真的很好笑 不是菲加羅是嗎 是巴莎 真的是 這年頭買東西都不用看是什麼的 對啊 我以為是菲加羅 對 我跟你講真不騙你們 在這裡真賣了 我看了 我根本就不看 我就不看到是哪一個的 然後就去逛評論區去了 因為我好像也挺晚了 就是好像他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一直卡 一直卡到不行 然後後面我就沒有去弄了 我一直到中午吃午飯的時候才弄 但是去弄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那個評論了 真的嗎 知道嗎 真的很好笑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講 就哪怕你媽這邊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就是 人家出雜誌單封的時候 也不太喜歡 也不太喜歡提別人 也不太喜歡提別的明星的 也不太喜歡提別的明星的 也不太人家喜歡提你們明星的 就算知道你阿爸跟你阿媽 怎麼怎麼的 也不太喜歡提你們提起 但是的話 我只能說幹得漂亮 我就見不得有那麼多規矩 真的我真的很討厭那一句 真的很討厭那一句 真的很討厭那一句 我真的很想說那句 你管我是吧 你管我 你管我 就比如說像你阿爸跟阿媽以前的 那個巴莎的時候 就是 它是很歡迎你們買的 但是出單人的時候 討好的地方 本身就是討好微粉的 對呀 本身就是在討好微粉 你管他咧 你管他咧 又直播 整到底是有點不想來的 但是 那個 對呀 那兩個欠債貨 那兩個欠債的 已經走了 所以想來想 還是上來一下吧 我今晚上 就是打完樣 我也下來了 有點累 想我 想我幹嘛 真的是 又不是 又不是說 不播或是幹嘛的 唉 大家現在最近真的是 經常莫名其妙的通情 但是我今晚上就是下早一點啊 我弄一會兒我就下了 就上來跟你們撈撈嗑就行了 就 沒這麼好聊的 是有點累了 真的是真的有點累 有一點想攤的就是躺平的睡覺 也沒有沒有說請假 只是說有可能不來 但是還得看具體情況啊 因為我講到底 我每次 如果說是很提前說不來的話 真的很 Leave Flag 老是出這個問題 又出那個問題的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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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會一直直播的話 是確實挺累的 所以就是盡量減少一下時間吧 就是爭取明天來 爭取每天都來一下 然後就不用播很久 播一個鐘兩個鐘這個樣子 是不是你都沒提到 你們說你內容違規 哎呀 正常了吧 你就當他抽風了 還跟他計較 是不是 還跟他計較這一點 先講到底 巴莎的格局也就那樣 真的 對啊 就是以後採取修養生息政策 就是講 就 會播啊 但是就盡量把那個時間給縮短了 真的 盡量爭取都來 巴莎莎你們評論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他格局就這樣了 真的 他格局就這樣了 嗯 就 就挺挺上 挺讓人看 嗯 看不起的 事實上也是這個樣子 嗯 什麼 巴莎嗎 哎 有什麼好氣的 巴莎早過死了 真不是我 我跟你們吐槽 以前的時候啊 巴莎 威狗啊 他們這些啊 我狗啊 他們這些真的是很 怎麼講呢 呃 還是算是 時尚界裡面 比較 怎麼說呢 我應該說是 有一點點的傲氣 也有一點點的 怎麼說呢 對的 以前還是有一點那種傲氣在的 但是我跟你們講啊 打破這些格局的人 叫蘇瑪 對 這婆娘 這樣到底啊 在哪都不是很受歡迎 就對了 以前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 以前的時候沒有一點點的 呃 沒有點閱歷 沒有點地位 或者是沒有一點點的一個 氣質在的話 是很難 是很難那個上這些雜誌封面的 所以以前你們看到那種刊 呃 是有看到拱皇啊 呃 張子儀啊 李彬彬彬啊 他們這些大花的 要麼就是一些 呃 很 呃 就是有一些 就是有 要麼就是一些模特 就是 可能就是在 娛樂圈不是很出名 但是 是在時尚圈比較出名的人 但是 是從那個 蘇瑪那邊 呃 對 他那個 開始搞 開始讓那些流量明星 呃 上封面了以後 呃 事實上 也也確實是 那個 怎麼講啊 呃 賣的好 那個 你也知道啊 韭菜嘛 這個韭菜割的也挺好啊 然後 呃 你真的 有時候你也不得不感慨的呢 很多事情 一碰到 一碰到那個money的時候的話 他總是會變性 變變的性質的 知道嗎 以前真的講 講 時尚 講Fashion 是一件非常 就是 優雅的一件事情 或是什麼的 真的 但是現在 就覺得 嗯 經常是要有點 不太看的 那種的 呃 當然呢 這種風向標也 我自己也改變不了啊 我只是一個供應商 對啊 它是什麼 風格 呃 是什麼流行 什麼趨勢 這些都都不是我來判斷的 我只負責出貨 他只是跟我買貨而已 做什麼 是不是他用來做什麼 這個 不是我能 我能控制的 然後也不是我所受限的 所以那個 嗯 反正就是 那個時候就開啟了 開啟了一個流 用流量來過封面的一個時段 講到的 你阿爸 沒少上封面 他很胡的時候 就開始 就開始有上雜誌 什麼之類的 那是因為他是東華的 知道吧 那是因為他是東華 東華在 在 呃 在國內的一個時尚圈 還是有一定地位的 所以的話 你阿爸不用很紅 他一樣能上封面 那是因為氣勢好 以前的時候還有一個模樣啊 什麼類型的 還能 還能讓人覺得 能入眼 什麼之類的 但是現在基本上 都是衝著銷量去的 你們看下誰 誰上的最頻繁 那就是誰 誰被割最多的 只要是 只要是銷量不好 就找那個人 銷量不好 找那個人拍一期 就又又又又又 又有一點回本了 所以就是現在 我以前的時候 我 我的 我的那個 呃 波狗啊 也好啊 呃 巴薩也好啊 這些以前的時候 都會有 懂嗎 都會有 定定定定那個看期的 但是自從 換成了流量明星裡 以後我花給我 省了好多錢 巴薩連定競選手都哥 整道理啊 如果說是那個 人家氣勢好 或者是能上的話 也是一種本事 也是一種本事 但是 我 你們就像我喜歡 小狗一樣 我很喜歡小狗 但是我真的不覺得 小狗可以上封面子之類的 但是電競圈裡面 也有很多人長得很好看 也有些人長得好看的 那你長得好看 上的是無可厚肥的 是不是 上無可厚肥的 但是目的性不要太強 而且看的雜誌嗎 拍的怎麼樣 我看不懂燈光 我也看 我也看不懂 為什麼取冊這麼陰間 我不是說拍的不好 我沒有說拍不好 我只是覺得 哎 都看不清楚臉了 那種感覺 我是很懂 現在的 現在的審美風格 對啊 我 我真的原諒我直白點講 烏漆媽黑的 給誰看啊 對啊 我說話就這麼直白 這拍拍拍 我覺得拍出很有味 最近拍 這幾年拍雜誌很有味道的 反而是 Eller 反正是Eller 我覺得是Eller 她那個品味 這幾年真的很可以 啊 那你說了 以後又來又給你拿一句 啊你不懂時尚了是吧 是不是又想跟我說 啊你不懂時尚啊 是不是 是不是又想拿這句 但是不知道這句話說出去會不會被打人的事 我現在是越來越懂 越不懂現在的一個潮流風向了 我覺得復古風也挺不錯的 但是復古裡面能不能不要加那些亂七八糟的一些東西進去 人是要看不懂 就像驴的一個時尚品味 我是一直不懂的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 也 你就當我 你就當我窮吧 啊 你就當我窮吧 好吧 你就當我窮吧 你就當 你就當 你就嘲諷一下我吧 說我窮吧 就沒有 沒有 怎麼一點點 一點東西都沒有什麼之類的 這個這個沒有 那個沒有的 對啊 你可以笑話 這個沒有什麼 對啊 我就真的很窮 真的很窮 買不起鋁 真真切切的買不起鋁 對啊 我買不起 買不起這種 這種一次性 對啊一次性時尚 對啊 我是不配 是我不配 對的 是我不配 對啊 我沒錢真的 我沒錢 所以我不用欣賞 欣賞驴的美 好 這個跟黃金有什麼關係 怎麼又扯到這些上面去了 對啊 就是 就是 我買不起 美不美展就不用說是 發表什麼高見了 左右我是買不起 什麼 而且不是不來啊 哎 也沒有 也沒有 昨晚也沒有說的很絕對說 就徹底不來啊 你媽的自主花誰替他養啊 你阿爸呀 你阿爸跟大標哥兩個人給他交花就行了 又不用幹嘛 小姐姐呢 小姐姐呢 哪來的小姐姐 不 肉搜說 F XFJ 是誰啊 我都沒注意 很久沒上去看消息了 綠色做白鬼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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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拉黑你喔 再敢給我說那個鬼 真的要跟他翻臉了 他居然跟我講那個什麼 他居然跟我說什麼鬼 他在說什麼鬼話喔 我居然聽不明白 今天晚上有錄播 有錄播有錄播 什麼都沒講耶 講到咧 也沒講什麼 你說要是講點什麼的話 你們一定要錄播還沒什麼 認證什麼都沒講 對 你別講什麼 你別提那個那個 那個醜蛙喔 你不提還能做朋友 你提的話 真的瘋狂在 拉黑的邊緣 來回做死 什麼 昨天的回放 你們昨天他們聽了 我唱 我靠我昨天什麼時候唱歌了呀 少在那裡誣陷我 少在那裡誣陷我 我昨天沒有唱歌 什麼今天有個娃娃的萌圖 真的你不提娃 我們還是好朋友啊 你昨天沒搞歌 少在那裡誣陷我 天天真的誣陷我 好漢哥 我靠在好漢哥這裡就唱歌啊 好漢哥也就唱歌啊 好漢哥也就唱歌啊 什麼我的成名曲 我成名曲什麼時候變成好漢哥了呀 我的天 我感覺遲早要跟你們這幫人絕交 我最近好勤快 我 那個什麼 我八月份就一直都很勤快啊 也不只是現在才勤快啊 我真的有一點感覺好像真的沒把你們當完 現在我覺得真的有一種就是只要他不尬啊知道嗎 只要他不尬尬的就是我們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很尬耶 跟你講 跟你們說真的很尷尬 哎呦我的天 他的線頭在哪裡了 什麼啊 沒有啊 你們姐夫一直都在啊 也不是說不願意啊 什麼時候說不願意了呀 你姐夫一直都在的 大家直播的第一天開始 你們直播的第一天開始 你們姐夫一直都在 哦 你阿爸的那個啊 你阿爸的戒指啊 阿爸的戒指 那一雙不是一直都很有存在感嗎 你阿爸的戒指 那雙戒指一直都很有存在感嗎 那雙戒指一直都有存在感嗎 不要告訴我說你們現在才留意到啊 是Tiffany的呀 確實是Tiffany的呀 怎麼了 你还截图 截图好啊 好评啊 截图好平 就是这个戒指 对啊 你爸手上的那颗戒指 对啊 都要被他带旧了 你们应该都知道是他自己的东西 对啊 刚好又是自己的商务 可以名正言顺的带 大家不知道的还以为 人家Tiffany很抠呢 每次都是旧戒指 上次真的不知道 她还以为Tiffany多抠呢 但确实没拍的怎么好 白虾里呀 爸 喂蚊子去了 真的 你们也别问我什么的 我是真的觉得没拍好 朋友看到都说帅 那帅肯定帅呀 没拍好也确实是没拍好 没拍好跟帅不帅没有什么关系 本身就很帅 她是本身就很帅 这个没拍好没关系 没拍好也很帅 没办法做的尝试 有几个没在晚上内拍过杂志 你觉得外行觉得很好看 我也是外行啊 我也是外行 可能大家什么也不一样吧 你懂吗 你懂吗 这个跟你阿爸 好看 没有多大关系 知道吗 拍得好 那叫锦上添花 拍得不好 那叫 对 那叫本色出演 哦 我没有贬低她的意思啊 我只是真的觉得 可能不在我的审美 範围 但是不影响你阿爸帅 什么 我真的 目前真的觉得拍得最好看的是 哎呦 对阿 那我目前觉得拍得好的方式 哎呦了真的 嗯 对 对 就是 反正是我最近看到的 一个刊物的一个坑 就是 就是 从去 从去年开始吧 从去年开始吧 我也不怕拉仇恨哈 我也不怕拉仇恨 我看过这么多 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家那边拍的是最有感觉的 不管是拍你爸还是你妈 还是其他的艺人 那事实上确实都比 都比那些就是 对 比其他杂志拍得好 这不可否认 哎呦我这样子对比 会不会被 会不会被喷喔 对阿 我最近 买那个 买杂志的欲望真的很低 谢谢吧 他跟那个液晶没关系 没拍好就没拍好 什么完了阿姐又被抬了 就是 是不是要说 说我 呃 就是 跟粉丝说 攻击你阿爸的商务 攻击你阿爸的 时尚资源 呃 是不是要攻击我这个 这年头实话了还不给讲啊 这年头实话还不给讲啊 传下去就说我抬你们阿爸是吧 真的是 真的是 感觉你们真的是 就是 就是 就看着那不显事儿大 啊 那个阿姐 那个他房 居然敢抬阿爸的杂志 我说了 你阿爸帅 是你阿爸帅 拍得好不好 跟你阿爸帅 没有关系 好不好 拍得好 那种叫锦上添花 拍不好 那就本事出演 因为本身就很帅 怎么 我谈你爸妈 真的死因病 他说我成美不好 还说我拉彩是吗 是吗 我靠 你们都帮台姐把话给说完了 你让人家说什么 你们把人家画都给说完了 我真的是觉得他的那个打光啊 那个打光 对阿姐 这种老年人来讲 这种老年人来讲 真的一点都不友好 我感觉我眼睛都要瞎了 老花镜都快 我跟你还好我近视 不然的话 我感觉我要找老花镜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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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爸本身长得就好看 怎么拍都都好看 你追求意见没有关系啊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追求 当然了 你说你这期的那个主题是朦胧感的话 但我没说好不好 要是你说你这期的主题是朦胧感的话 不好意思我就道歉 对不好意思 是我不懂 是我不懂 是我神美不好 是吧 迷幻自然风 迷幻自然风 是吧 然后 那个神秘感 是吧 迷雾森林 是吧 迷雾森林 是吧 就他房姐他们这帮人 懂什么叫迷雾森林 是不是 懂什么叫时尚 懂什么叫Fashion 就是就是什么什么 流行前线 都一样是晚上拍的 一样是那种迷幻风类型的 我真不是我拉筷 你阿妈那个 呃 我这个好像就是 呃 艾拉的是吧 是不是艾拉的 艾拉的 我记得艾拉那里有一个 出了蛮多漂亮的图 就是你阿妈有点港风 戴一个眼镜 然后 吹吹吹吹 对着这个窗户吹的口气 那个 是小只 不是小只 不是小只 你妈有一期的是电子刊 我那一期是我第一次 愿意花钱买电子刊的 那一次 我第一次 就是 然后好像是在北海拍的 北海拍的 那一种感觉 才有感觉 真的 惨了 一会又说我 我 我那个 拉财你爸了 然后又说我拿你阿爸跟你妈对比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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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是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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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王姐 居然拿我阿爸跟阿嬤的对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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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到处是在雷点上蹦跌 我现在 我现在真的是在雷点上蹦跌 我现在真的是在雷点上蹦跌 我跟你讲 一会真的被打了跟你说 对啊 我早就看得出来了 就是那个太王姐 居然是个瘦为斧 真的 喜欢弓不喜欢瘦 那个太王姐 对 对 简直可恶 太可恶了 是不是 居然敢拉财我阿爸阿妈 俊者不利 呃 我直播间磕俊者 磕俊的给我插出去 好吧 你磕俊的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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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 嘴硬 也不是这么个硬法的 好吧 你磕水你了好不好 但是不许 不允许在我这里 利CP 好吧 好吧 你看 你磕俊之类的 你给我插 插出去 好吧 不 不是说 我跟你讲 不是 公 他这个人 就是 是公 或者是兽 他就不男子汉 好不好 不影响我们 折汉是个男子汉 对啊 不是说 折汉他是下面的 然后他就不是个男子汉了 真的是 我不懂你们这些思维 真的是 在我这里 还敢跟我 柯泽俊 你是没见过黑名单的 真的是 你老实跟我说 柯泽俊的是不是海泽 给你们坦白的机会 我直播间也有海泽的 要你们认个亲 你们是看反馆不在 以后真的放肆说 要老实交代 你们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 有人是海泽 我绝对相信 我直播间是有海泽的 当然 除了我们老观众 我们有一个老观众 老海泽观众 对 你们老实交代 你们 赶紧 坦白重宽 坦白重宽 抗拒重演 哈 你知道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但是必须得跟你说 不要嘴硬 不要嘴硬 静整不肯腻 我的脚子在的 你们不要那么放肆 哈 不要那么放肆 我的脚子在的 是的 这脚子是我的防管 当然是我的啦 虽然说它属于你们 偶尔也要做一下霸种的 懂吗 偶尔也要宣誓一下主权的 虽然我们的防管是你们的 我偶尔也要宣誓一下主权 好不好 阿爹有时候也是很想当霸种的 对 女人 你磕泽菌 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 我要你世界直接 幻灭破相 对 你磕的被我腻了 我直播间这里是磕菌泽 咦咦 没有啊 不是 我跟你讲 你们要是磕泽菌的话 我只送你们一句话 就行呢 送什么话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公菌 所有人的嘴都是最硬的 这世界上所有人的器官 所有人的器官 除了公菌 公菌 所有人的人 最硬的都是嘴 别嘴硬了哈 什么 我说这世界上所有人的器官 所有人的五官 什么类型的 都最硬的都是嘴 除了你爸 你爸嘴硬什么 是不是 你爸的兄弟硬就可以了 你爸的兄弟硬不就行了吗 他要什么嘴硬啊 他嘴硬的话你妈怎么亲 你爸的兄弟是个硬邦邦的臭男人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很正经的说他的亲人关系啊 房管啊 管理员 我什么都没说 我这很正经的说公菌的兄弟 他兄弟就是个硬邦邦的臭男人 对 他别起了名字 叫老二 还不行啊 靠这个出西里 叫阿俊就行了啊 叫老二直接出西里 那也确实是你妈的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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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好漂亮哦 讲道理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真的 我要做一套重金属风 不管是红色也好 这个孔雀蓝也好 你看这个重金属风 真的超漂亮 看到没有 这个食物好好看 你看这个食物好好看 小小菌 这阿菌不就行了吗 好漂亮啊 你看这个 这是孔雀绿的 我特地弄一下这个 特地弄一下这个颜色 要来做这个宝马蛋的头发 我确定了 一会我这些全部都有土黑色 那阿菌确实是你妈的小叔 有什么问题呢 不是 我是在很正经的讲一些事情 为什么不能扭 直接回来说没假呢 是不是 我这又不是强行转移话题 我这种叫字 我父母切换 叫二叔 叫什么小叔 叫小叔我直接出戏了 你爸的兄弟 你爸的老二 你妈不是叫小叔叫什么 你叫他二叔不行 叫功老二 你妈的二叔 为什么叫小叔 就叫二叔 你爸的兄弟硬邦邦的臭男人 为什么不是女孩子 那女孩子是软绵绵的呀 女孩子软绵绵的 你爸的兄弟不硬邦邦的 那了得 是不是 大家一家子的 有什么好见卖的 直接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爸的老二不叫二叔叫什么 开什么车 没开车啊 我在很正经的科普 你家 你阿爸阿妈的 身边的周边的一些亲属关系 我现在正在描绘他家的族谱 那有什么 就跟我们幼儿园听了 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是不是 妈妈叫爸爸的老二叫二叔 那不正常嘛 是不是 这帮人不健康 你们这帮人太不健康了 对 你们这帮人太不健康了 我再说一些很正经的事情 然后一个个的 什么 出什么圈啊 出什么圈 一点圈都不出好不好 你们是 我们只是在一个很正经的科普 一些主谱关系而已 什么都没干 你们真的是传出去 我跟你讲 到时候我射死的话 也不是哦 我这本身就是在很正经的科普 所以随便传 对啊 他弄得我心虚了 我心虚什么呀 我心虚 他还整得我心虚了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亲虚关系 整得明明白白的 什么 什么 我现在是在房间里面直播啊 真的是 最近这个驾照 对啊 这个宇宙飞船的驾照 这个不是到手了嘛 所以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对啊 然后还是在房间里面直播的好 对啊 对啊 为了生命照相 大婶是谁呀 我哪知道什么大婶是谁呀 今天说早下呢 哎呀 一调到好好看点的颜色 我又 我又 我又自己又兴奋起来了 真的是 我本来说早点下 你看这个这个早下什么 早下 哦 你们就是除了你爸这边的亲戚 还想捋下你妈的亲戚啊 啊 你是你们想叫 还是说想让你爸叫 叫像你爸的 那个 对啊 哎我靠我跟你讲 这么一颗谱的 后话怎么感觉 有一种家庭伦理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爸 应该很爱你妈的 应该很爱小姨子 应该很爱小姨子 你这一颗谱 我靠 这个 这个家庭伦理 完蛋了呀 啊 讲到你了 你妈也很爱二叔啊 完蛋了完蛋了 这种还不是 还不是 亲属关系 还不是那种 说亲人之间的那种喜欢 完蛋了呀 这咋整啊 哈 你们说说看 这咋整啊 对啊 对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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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妈爱 爱你 爱他二叔 这是真的爱呀 哇靠 你爸爱 爱爱他小姨 也是真的爱呀 惨了惨了 这个 这个一科普 我家庭伦理剧都来了 对啊 BBQ 完了 那个什么 那个抖音那里 哎 最近你们姐夫老是听那些抖音的 那个 土味食品 我经常听到什么 弯了 BBQ 弯了 我真的是有毒 怎么办咯 你自己想想看 本来就是想跟你们好好科普一下 这种家庭关系的 这种亲属关系的 这一科普直接来 给你来一出家庭伦理剧 看见觉得 我对不住你爸 但是好像也有点对不住你妈 怎么办 对啊 活生生的 给整成了个四脚链 传出去的时候 到时候又说 阿姐说你 阿爸家 没你家庭不和睦 这咋办咯 那个大方姐说 阿妈爱上了 爱上了小叔 爱上了二叔 我靠 想想都觉得崩溃 对啊 传出去 我以和爷面面对你阿爸阿妈 什么 哎 我跟你讲啊 我刚才只是科普一下家族而已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现在 现在就是越说越离谱了 这种锅 我也不是很想背 虽然说没少给你们背锅 但是这种锅 还是少背的好 真的 哎我突然间我知道怎么圆回来了 我知道怎么圆回来了 那那那不是吧 你妈 你阿妈爱你阿爸 你就是小姨爱二叔 这个这个没问题吧 都一家人 是吧 这没啥问题吧 哎 我那个郑重其事的解释一下啊 我今天只是科普了一下 稍稍科普了一下 家族一些一些一些长辈 一些事情而已 然后 然后 然后什么都没干 然后 其余的都是 都是直播间的观众自己异想的啊 然后就是要万里有一点点什么的风吹草动的啊 跟我 跟本人没有多大关系啊 这个这个锅本人并不是很想背 哎 哎 为啥谈心气啊 呃 就是意识兴起 对啊 他们很好奇 很好奇 你阿爸 就是你阿妈叫你叫你阿爸的 阿爸家的老二 叫什么 所以我稍稍科普了一下啊 Maurice 他说면 也快到中 对 大幕里面人说的很对 呃 因为现在许准备中秋了啊 就每逢夹节被撕青了哈 有有违oin吗 有有回放的 只是因为 啊 刚好有抱中秋了 对 对对对 我们弹幕的人说的都是对的 对我们观众说的都是对的 我已经聊完了 该聊的都聊了 而且最近没有什么糖 也没啥好科普的 为什么因为你阿妈在做阿妈在忙做大事 你要爸对你要爸忙事业做什么的 反正现在异地分分分分分分割两地就没什么好谈的 吓了现在说吓就吓了真的 你阿妈在做大事 所以就不要打咬他了 对呀糖还是让你爸发吧 虽然说很硬 左右你们也不嫌弃 明天还来吗 我都不好意思说来还是不来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因为我挺乌鸦嘴的 来不来的话明天看动态吧 好不好 要不要这么突然怎么就突然了 对呀我昨天有说不来的但是经常会打脸 所以的话还是准备来的时候再告诉你们来不来吧 来直接聊天 不一定了 不一定了 对呀 是二叔跟小姨啊 要你们二姨跟小姨多走几个吧 多会面 然后让你们二叔带着小姨 去那个多逛逛私密花园 对也挺好的 小姨是谁呀 你妈的小菊花呀 你妈的橱菊 你妈咪的私密花园入口 你二叔是你爸的老二 对呀 亲戚关系一目了然 对呀 多让你 多让你们二叔带你们小姨去逛花园 猫猫老二 猫猫老二的对象是是是是你是你阿爸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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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子姑姑 懂不懂啊 我什么我在介绍主婆你们这些人你们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老是无赖我啊 阿姐你怎么怎么的我怎么了吗啊你个你说清楚我怎么了 阿姐你怎么这这什么什么的我不是在很正经的科普你那个家族关系吗 是不是还我还问那我爸那你就直接问你二舅就行了 懂吗啊你爸你爸的家你爸家老二叫二舅就你二舅对象是谁那肯定是你五姑姑啊 是你五姑啊 真的是一家人 什么我开什么火箭了真的是我什么都没干了好不好 我干什么你们说清楚我怎么了 啊你你你给路过的管理员说清楚跟我们的审核说清楚我怎么了 啊审核员我正在很正经的科普一些家族关系 我并没有在干什么是他真的他他们有有些人想多了 管理员你要相信我我真的很亲我是清白的 你二舅爱五姑对你二叔爱小姨 你妈家还有个小弟你妈家还哪有哪哪里还来的小弟 我问你你妈家哪里还哪里还哪里还哪里的小弟 就是 对啊五子是双胞胎啊 对啊五子是双胞胎啊 但是五五子的话你另一个你另一个五姑你另一个五姑姑是是有点不负责任的什么叫不负责任呢 对啊因为他他他一爱爱一双 对他一爱爱一双怎么叫爱一双呢 怎么叫爱一双呢 对啊老师喜欢巴拉巴拉你你小你你小姨 哦你小姨家的对啊两个小蜜 对老爱巴拉你家你家小你你小姨家的两个小蜜 对啊就橘花旁你你你你小姨的私密花园旁边不是有两扇门吗 对啊软乎乎的又翘又挺 当然你们你令你你你你五姑是有点挺花心的 怎么你不理解啊不需要你理解啊 你为什么要理解呢 你为什么想理解 你知道这个家族关系不就行了吗 大家第一本正经的给你科普你家的家族 你家的族谱 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了哈 我多么正经的一个人 这么博学的一个人 对啊我这么正经又博学的人 就是我说说你五姑双胞胎两个都都有一点点花心 但是偏偏你们家二舅就喜欢她花心啊 对啊偏你们家二舅喜欢她花心啊 对啊你你二舅比较喜欢你你你你你五你两个五姑雨露均沾 对啊他比较喜欢她雨露均沾 还劝他劝他多去后宫走走 对啊 你们家对啊你你你们家还有两个两个小豆小豆啊 你也不知道是是长辈还是什么的 还有两个小豆豆 对啊两两个小豆豆就叫叫对啊 小明小明就叫小豆了对啊 小豆啊 那也是你五五也是你五姑的后宫也想不明白 组长是谁组长你妈呀 你妈是大家长 懂不懂长兄为父 这点关系都理不清楚 什么别人进人进人又怎么了吗 我怎么了吗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少在那污蔑我啊 等一天到晚都在那污蔑我 对啊我是真的真的觉得你你五姑真的有点渣的 我跟你讲 但是偏偏偏偏你你二舅就很喜欢啦 你喜欢他与陆君臻的样子啊 那不知道了还以为还以为你五姑开了开了后宫了 OK完事 准备溜了 对啊 自防夜贸大家族 你五姑跟你五姨 都很花心 为什么 因为你别忘了 你阿妈家 你阿妈家有两个 痘痘小子女 两个痘痘小子女 你阿爸那里也有 两个痘痘小子子 懂不懂 所以 大户人家 这个人口 要写族谱的 懂不懂 对啊 你五姨也得干活 你五姑也得干活 你自己去旅一下家族谱不就行了吗 你阿妈这边有小姨啊 有小姨有五姨啊 有两个痘痘小子女啊 双胞胎痘痘小子女啊 对啊 有两个双胞胎叫小蜜姐姐啊 对啊 还有个二舅啊 你阿爸那边有两个五姑 有什么正常的 对啊 两个痘痘小子子啊 是不是 还有个 还有个二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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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还有两个五姑啊 有什么 对啊 三姨 三姨 三姨亲戚 对啊 双胞胎就叫小蜜跟小桃 你挺会取名字的 五姑是啥 五姑是你你阿爸那边的 你啊 你五姑是你阿爸那边的 我那个啊 五姑娘 脚脚 没脚脚 不好意思 没脚脚 这种就排不上背 排不上备份的 什么 对啊 别害羞 叫亲戚吧 以后不要再 再说什么 讲什么的 你以后就直接说 多爱多爱什么 真的是 一点文化都没有 你直接说 对啊 直接说我二叔 二叔爱小姨 经常带我小姨 多逛几次私密花园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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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就说 我二舅可喜欢我小姨了 天天到我 到我小姨去逛花园 懂不懂什么叫文化术呀 对啊 你要说 你要说爱小姨就可以了 对啊 对啊 中子是你二叔爱小姨 你二舅爱五姑 我是蛋蛋呢 我怎么不是蛋蛋呢 我现在不是在一本正经的给你们科普家谱吗 我现在不是在一本正经的给你科普家谱吗 我怎么就不是伤蛋蛋了 对啊 都是文化人 真的是 是 准备下了哈 好了好了 拜拜走了 以后要懂得叫人 哈 哈喽 要下了下了 马上给你们传直播回放 拜拜走了 咦乔洞怎么有流浪汗啊 看看去怎么又是龚先生 你不冷吗 很冷啊 冷了也没办法 就知道吧 你怎么了 老婆让我走 对 可能觉得我的这个东西 有点太大了 太猛 受不了 那能怎么办 随便的走在街上啊 或者是去逛 逛店啊 或者干嘛 自己想去哪就去哪 这心想被找到 公开他了解情况 他真那么说了 一想到那个混蛋我就来气 好好说话 别动手啊 你走开 你走开 你不要拉我 怎么回事啊 就是在我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 到了九点十点多之后 就是同一天晚上做了五次吧 然后他每天都 有多少事 我做呢 我真的是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发现我脸也是肿的 眼睛也是肿的 然后呢 他还不停地继续 我好累啊 为什么这么累 就是这个感觉 真的是没办法 想办法把他消耗出去 龚太呀 我给你老公平好的啊 怎么能这样呢 主持人 你们说什么呢 我老婆 就是最好的 不就到这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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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龚先生真的是 早知道 把李源小公出了都送了 我去做了都打发了 费换杯